打扮 筷子 大家好,我是沙妹 今天下雨了 家里的上面还有一些就不用去摘了 现在出来帮朋友挖一坨 回去给它洗头 大家认识这是一棵什么植物吗 给大家进去看看 它的叶片比较长 旁边虽然有一点波让形了 但是它的边缘好像也稍微平一点 它那波纹没有那么大 它的这个叶饼是从下面 肌部这里长出来的叶饼比较长 大家知道它是哪一种植物吗 它的根 看一下根比较粗 是黄黄的 对了 我们这里也叫它野菠菜 有些地方也叫土大黄 假大黄 或者是牛舌头 我们这里就叫它野菠菜了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它什么 这棵呢 今天主要是帮朋友挖回去给它洗头 它说头皮比较多 比较痒 所以就挖一整株给它 这棵植物也是可以吃的 也是一种野菜 现在已经过了吃这个野菠菜的季节了 所以都比较老 这个时候挖回去洗头是最好的了 因为它的根部就比较粗了 这里杂草比较多 很难挖 这株小一点 根就比较小 它的根都是黄色的 这个就断了 好了 去那边挖那一棵 大家看一下 这几株已经开花了 它的花也很漂亮 给大家进去里看一下 它的花是这个样子的 有三个角 然后种子就是长在这个地方 它的花絮上端间 然后下端像一把伞一样 看这一棵是最高的 然后是这样斜下来的 它的这个枝杆是圆柱形的 但是又有一些棱角 不是特别的圆滑 它的叶子 也是从这些节点这里长出来 然后就长了这个花絮 看着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花 这棵野菠菜呢 它比较喜欢生长在这些水边 比较潮湿的地方 它繁殖的也比较快 你看 它的一株就有这么多的种子了 成熟的话 风一吹 散落在这水沟边 明年就会长有很多的了 好了 先挖这几棵 这几棵开花了 下面的根部应该都比较大一些 春天呢 比较适合 掐这个野菠菜的嫩叶 回家请烧吃 它有点酸酸的 很开胃的 这颗比较晚 看着根部都这么大 等会拿到那边去 然后去洗一下 这些汁也可以一起要回去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根部 黄黄的 所以也叫土大黄 它的根部市场上面也有售卖的 一斤都卖到几十块钱 也挺贵的 在农村有这些花花草草 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都也比较常见了 所以我们都不怎么重视它 知道了就是榜 不知道它就是打草 这颗野菠菜 它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可以拿来洗头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妙用 你们知道它还有哪些妙用吗 哇 看这颗 根部那么大 好了 今天视频上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洗干净了 等会我要拿去给朋友了 之外 BS字幕真正是 nhưng 阿mo 今天的词 真的 有一点 您 从